走进国家深海基地 探访焦龙好深浅器的独特之处 这可是一双触摸过深海七千米的手 登上实验船感受无人驾驶技术 现在这一艘船已经正式开始自主巡航了 百年青岛 百年港 海洋见证城市发展 世界首创的集装箱空中运输系统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大号河山 大海上的科技之光 正在播出 山东省有着漫长的海岸线 略斩中国大陆海岸线的六分之一 除了拥有迷人的海滨风光 也为海洋的科研工作提供了条件 作为中国知名的海洋科技城 山东青岛在2012年1月 成立了以海洋科技产业为特色的 高科技产业集聚区 兰谷 兰谷全称青岛兰谷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 这里汇集了海洋科技试点国家实验室 国家深海基地等几十个国家级科研平台 以及多所高校 远方的家事旅组来到兰谷的第一站 是前往位于敖山湾的国家深海基地 中国首台自行设计 自主集成研制的作业型载人深浅器 焦龙号就在这里 傅文韬是中国首批前行员 他全程参与了焦龙号深浅器 从一千米到七千米的多次海上试验 听他说 国家深海基地于2015年正式启用 占地面积三百九十亩 是中国开展深海科学研究 以及深海装备研发和试验的 国家级公共服务平台 走进焦龙号深浅器的调食车间 我们见到了先行员唐嘉玲 欢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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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批前行员另外一位同志 唐嘉玲同志 啊 这是我们的十九代长代表 您好 您好 唐老师 所以中国第一批的前行员就两位 对 我和 都在我们身边了 太 太荣幸了 今天能够采访到两位 您还在车间里正在忙碌 对 我们正在准备一次 这个水池调试的任务 嗯 水池调试完了 我们马上就要去大洋里面 执行这个生产任务了 嗯 去哪里 我们这一次也是先到那个 太平洋嘛 嗯 去进行一系列的下潜任务 呃 现在我们 你看 我们正在这个背潜啊 看到了 焦龙号 焦龙号深潜器 是中国自行射击 自主研制的第一艘 深海载人潜水器 焦龙号深潜器 涉及最大下潜深度 是七千米级 二零一二年六月 它在马里亚纳海沟 创造了七千零六十二米 当时世界同类作业型潜水器 最大下潜深度记录 我经常说这个钢筋铁骨的一个兄弟 它的主体的这个框架都是钛合金的 它的重量虽然说是二十一吨 主体的是钛合金 但是钛合金金属的重量 只占了它的三分之一 剩下的是福利材 听唐嘉玲说 焦龙号深潜器外形长8.2米 宽3米 高3.4米 重量不超过二十一吨 我们每次下潜的时候 其实我们人是不能够到外面来的 那我们观察外面的海底世界 主要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观察窗 它的中间这个观察窗的厚度 这个玻璃的厚度达到了二十二厘米 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窗的玻璃 它不是一层表面的玻璃 它直接到里边那个小圆窗的部分 它是一个锥形的 锥形的玻璃的时候 三个人在台上四十公斤重 四十公斤重的一块玻璃 这个玻璃的面积可能就这么大 但是它很厚 对对对 所以能保证它能够扛住外面这个海水的压力 你看到七千米的时候 我们这个一个支架盖 要沉寿七百公斤的一个重度 跟咱们的这个平时说的这种玻璃不一样 它是有机玻璃 它对有一定的可以形变的 焦龙号深潜器 主要执行水下科考 海底勘探等任务 它的研制成功 标志着中国海底载人科学研究 和资源勘探能力 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这其实就是焦龙号的手臂 你们在深海需要采集一些样品的时候 就靠它来完成 它其实就是我们每次作业 成果的体现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接手臂 取得样品 然后我们把我们的科研设备 能够固执到深海 的机械臂并与它在深海采集标本 互进行深海探寻和打捞等各种复杂作业 我能触摸一下这个手臂吗 可以感受一下它吗 可以啊 我感受一下它的力度 首先感觉一摸就非常的坚固 结实 我跟它握个手吧 这可是一双触摸过深海七千米的手 摸到它还是有挺不一样的感受的 它在海底下抓取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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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握手的时候要小心 它一旦和我握手了 我的手可能就变形了 对 差不多肯定是变形了 所以焦龙号有多少个手臂 它就有点仿人一样左右手 所以说它在水下作业的时候 就是左边是开关手 右边是指虫手 两个手互补脏 听唐嘉宁说 焦龙号深浅器性能非常优越 可以实现近地自动航行 和旋艇定位等多种航行模式 即便在复杂的环境下 也能确保深浅航行安全 我们焦龙号有七个这样的螺旋桨 首先是这个螺旋桨 我们是可以正转和反转的 所以说我们焦龙号在水下的时候 我们其实除了简单的 下潜上弧 前进后退 前进后退左右转向 我们还可以侧移 就是很均匀的左向侧移 右向侧移 这七个螺旋桨其实就保证了 我们焦龙号在水下 还是很灵活的 非常灵活 我可以打个比喻 就是说如果除了像那个 比如像 我可以 我觉得就像一个第一台支撑机一样 虽然说不能翻滚 但是其实我们这个航行起来还是非常的灵活 焦龙号深浅器在水下非常灵活 它具有高精确定位的技术优势 可以完成长距离大深度和高密度等海底观测航行作业 了解过焦龙号深浅器的外观结构 记者跟着傅文涛登上焦龙号的顶部 对 登上焦龙号 现在心情非常激动 我都感觉我现在马上就要到海底了 现在我们就准备下去 这就是它的舱门 对 它的舱口是55公分 其实蛮窄的 所以你下去的时候你要侧着身子 你不能震着下 因为震着下的话 你那个腿的话是放不进去的 焦龙号的出入口很小 直径不到一米 记者小心翼翼地顺着扶梯 下到驾驶舱 我现在已经成功地进入了 焦龙号的内部 一进来里面有非常多的仪器设备 以及按钮 让我感觉到它需要完成非常多的 这个海下的作业和操作 驾驶舱长球形 直径大约两米 仅能容纳三个人 虽然空间比较狭小 但能亲身进入到 焦龙号深浅器内部 让记者兴奋不已 现在我和傅老师已经进入了 焦龙号的内部 我还没有坐下 我站在这个地方 我就能感受到探索海洋 真的是一件非常神圣 又充满乐趣的事情 这个神圣是我觉得 这个环境并没有特别好 空间不大 要在这个里面待十多个小时 在深海 又有未知有恐惧 那种心态下要进行科研 是不容易的 那有乐趣 我就是 现在我就觉得非常有乐趣 因为在一个潜水器里 我们通过这样的设备 能够到达人类 原来无法到达的地方 去探索海洋 真的太让人憧憬了 前行员每次架勤作业 至少要八九个小时 待在如此封闭狭小的驾驶舱里 需要他们具备超长的耐力 和心理承受力 由于空间有限 我们的摄像师 也无法进入到舱内 只能由记者 使用小型摄像头进行拍摄 这就是你们在海底的座位吗 对 一般通常来讲的话 就是我坐在中间 然后面对着这个 看一下 外面就是深海事件 对 就这么大小的一个深海事件 就从这个地方 对 看向外面 可以探出头 对 来观察海底 对 在下面看的时候 它像是一个很明亮的窗 但是我真的进来 看到透过这么厚的玻璃 再观察的话 没有那么清晰 是这样的 是吧 是这样的 另外就是坐的情况下 我的头是伸不了 这个背是伸不了很迟 那真正坐的时候 你是坐在下面的 坐在下面的 坐在这个位置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里有一个位置 我坐 太飞了 坐一下 傅老师可以坐在那个位置 给我们展示一下 我是坐在中间 正常 您是驾驶员 对 中间这个梯子这儿 有一个位置 梯子会取掉 真正作业的时候 梯子就收上去了 对 我来和傅老师在 蛟龙号内 同框出现一下 就是我们远方的家 和蛟龙号的一次合影 是我们一次 非常难得的拍摄经历 现在傅老师 坐在这个舱内 我感觉和我们在电视上 看到他们下潜任务时 没有任何的异样 因为只有三个小小的窗 外面的世界不同 而他们要面对的 这个环境 就是这样狭窄 不太宽裕的一个环境内 要十几个小时 持续下潜 然后观测海洋 采样回来 是比较艰苦的 很有意义 也一点点艰苦 对 就是会有那个兴趣的 就是会有那个 它带来的乐趣 概括辛苦的那个感受吧 我觉得是这样的 每次下去回来的话 那种感受就是特别有成就感 每次都是这样的 能够为 就是觉得能够为我们的团队 为我们国家 为这个能做些事情 尤其我们每次下去的话 获取的样品比较多的时候 那个时候回来 我觉得应该是特别 有收获感的时候 我听懂傅老师的意思了 就是虽然有很多的辛苦 但是对比这项工作 带来的收获和那种乐趣 对 这种辛苦是完全值得的 对 其实辛苦对我们来讲 不是最主要的挑战 在我看的 其实下潜的话 因为它是一个未知的世界 因为你也知道 像我们会去热业区 去深渊区 接近它的那个下潜的极限 压力 那么大的压力 它的风险确实是存在的 傅文涛说 交隆号申前期 自应用以来 已完成190多次下潜任务 先后在太平洋 印度洋等海域 开展过多项深海科考活动 技术人员用吊车 将交隆号申前期吊起来 准备放入长40米 深8米的实验水池 就是下海之前 肯定要先在这个车间内 把它测试通过 才能够把它运到海上去 对对对 交隆号现在的话 已经下潜了 有190多次了 我们可以到 实际上99.8%的地方下潜 也就只有 像马里一样的海头 这样极少数的 最深的海沟去不到 对对对 99.8%的海域 他都可以去 听傅文涛说 为了更好地完成 深海探测任务 潜水器需要不断进行 性能优化升级 以保持先进的作业能力 交隆号其实它相对于 我们传统的 海洋探测的这些手段 它就是能够对一个 深海底下的一个 区域范围 大概比方说 大概是在几百米 乘几百米这样的一个范围 进行一个非常精细的一个搜索 探索和那个取航作业 可以进行一个非常精细的 以往的传统的手段的话 它可能能覆盖的范围 可能比较大 但是它没办法做到那种 立体的精准的 非常精细的这样的一个去探索 人类对海底世界的勘探和研究 离不开载人潜水器 交隆号深浅器 自投入实用以来 搭载了众多海洋科研人员 到达海洋深处开展科学研究 促进了中国深海科技的发展 交隆号对我来讲的话 有着特殊的情感吧 其实我最开始见到它的时候 我觉得更多的是跟你一样 跟你现在采访的时候一样 是一种新奇 一种兴奋 一种期待 有很多的这种憧憬 一不知不觉的话 15年了 真的就是我的青春 我都在上面 我觉得现在它对我而言 更多的是一种责任吧 通过交隆号这样的一个 科研的一个利器 这样的一个平台 带领我们国家更多的科学家 到深海底下去 能够达成他们的梦想 能够在各个领域 能够有所建树 能够取得更多的成就 这就是我现在的最大的梦想 安安全全平平安安的 傅文涛为中国生前事业 奉献了自己的青春时光 在他看来 前航员在深海进行探测作业时 所遇到的情况往往难以预料 但正是怀揣着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精神 引领着他们不断挑战着在人身前的记录 登上水眼船 感受无人驾驶技术 现在这一艘船已经正式开始自主巡航了 见证中国首艘自主航行集装箱货船 制飞号 开启第一次航行 希望咱们中国智能航运把通过这艘船的技术 包括它的实践 来为中国智能航运推动 做出他们自己英勇的贡献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大好河山 大海上的科技之光 正在播出 在青岛兰谷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 制作海洋科技新城 各类科技企业再次汇聚 众多创新科技成果也再次诞生 其中就包括 以无人船技术为代表的智能航运项目 远方的驾驶日组来到青岛的一个游船码头 中国首艘无人驾驶自主航行的实验船 制腾号就停泊在这里 我们在战桥上见到了制腾号研发团队的负责人江海英 这是江老师是吗 是是是 我们远方的嘉栏目组 你好你好 我们了解到你们是做这个自主航行 智慧航海船舶的这个设计研发的 对对对 对吧 我们想了解一下 能不能先跟我们讲一下 什么叫自主航行的船舶 自主航行它具备这个船舶自动航运规划 自主避碰 包括自动靠离波 但是我们这个船呢 这条船现在看到的是具备三种驾驶功能 一个是这个人工驾驶 远程遥控和自主航行 这也是我们目前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的一条实验船 江海英曾做过多年海员 后来创办了一家海云公司 由于看到智能航运产业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他就在2015年创建了科研团队 开始投入到智能航运的技术研发工作上 其实无人驾驶这个概念 当然最开始不是用在船舶上的 但是提出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对对 而无人驾驶的船舶多吗 小艇比较多 像我们这种这个用于商业运营的 这个大型的集装箱船 散货船 这种目前没有现在 所以你们研究的这种自主航行的 这个驾驶技术 是用在大型的集装箱货船上的 对对对 有多大型现在能看到的 这个目前我们 这是一个制腾号 我们还有一个制飞号 目前是在316个集装箱 应该是8000吨级吧 这个是目前世界上 应该是最大的一条 就我们看到这种大的货轮 现在也可以实现这种自主航行了 对对对对 无人船具有安全 经济 高效等特点 不仅能降低人为操作 产生的错误和风险 还能节省船员活动空间 降低运输成本 船头 船尾 目前这四个是毫米部雷达 那这个和我们之前了解的 这个汽车的自动驾驶是很像的 很像 对对对 都是要在这个船的表面 安装这个感知系统 对 汽车就是也有雷达 有摄像头 对 你们也是吗 我们也是一样的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 对 毫米部雷达 就对这个传播 这个自动靠雷达的时候 其实机器长距离毫米波雷达 对对 挺大的这个雷达 对 像这艘船呢 我们就有四个 船头 船尾 左台 右旋 各两个 像这样的毫米波雷达是四个 对对 那还有其他的感应设备 还有你比如说 我们上面的雷达 固态雷达 那个也是个雷达 对对对 那个雷达 包括我们这个摄像头 相应该大概有三十几个吧 听江海英手 制腾号实现无人驾驶 自主航行的关键技术 在于感知 动力 导航和控制系统 其中感知技术尤为重要 就相当于船舶的眼睛和耳朵 虽然海面上风浪很大 但这趟号曾在各种天气和海况下 进行过测试 这让江海英很有信心 我们走进驾驶舱 看到驾驶台上 安装了很多仪器设备 按照平常的这个状态 船长一定是要时刻坐在这个位置 然后手握这个船舵或者方向盘 然后以及这个开停船的开关按钮 来确保这个船的安全的 但是刚才船长已经按掉了 已经按下了这个切换权限的功能 现在这一艘船 已经正式开始自主巡航了 就在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 这个两点之间 我们能看到这个箭头 是我们现在正在前往的一个方向 智腾号搭载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可以提供船舶的位置 速度和航向等信息 自主驾驶系统则通过这些信息 做出相应的航行指令 我们在路线图上看到 我们的船舶的头 就是这个蓝色这个标志的尖的部分 正在朝着基硬的方向 稍微偏南一点在行进 它是自己决定的 它在巡航 并不是一个点对点直线走的 那么一个简单的操作 技术人员在航行路线上 设置了一个避让点 随着智腾号与避让点之间的距离 逐渐接近 在没有人为操作的情况下 智腾号自动调整了航向 主动避让了避让点 成功实现了自主航行 自动舵在很早以前已经都实现了功能了 区别是什么 我们是在这个点对点这个自动舵的基础上 我们在航路上可以进行自主避碰 自动舵是不能进行自主避碰的 它只是按照既定的航向来航行 随着无人船技术的逐渐成熟 也将给船舶航运业带来智的飞跃 未来向着智能化 绿色化 和产业化方向发展 了解过智腾号自主航行技术 我们跟随江海英来到位于 蓝谷核心区的智慧航海项目研发基地 你看现在这个画面上 就是我们已经回港了智腾号 已经在这个画面 是实时的画面 是实时的画面 运孔中心是为智腾号提供远程控制 实时监督和事故监测等控制服务的技术平台 这个座椅很科幻 这是我们运孔中心的控制座椅 它能实现什么样的功能 给我们介绍一下 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远程 对长波进行一个信息的 信息的完全把握 就是我们既可以监控它的状态 同时我们还可以对它进行一些指定的下达 同时还可以进行操控其他操作 也就是智腾号在码头 我在这儿就能操控它行进 真的吗 对 您可以 听杨树里说 这套系统可以对智腾号进行调度 实时监督 远程控制 和事故监测等一体化服务 我现在能尝试一下吗 可以了 简单地动一下就可以 我们感受一下 它是能和智腾号有这样操作互联的 您先握住这个手柄 对 这个白键就是我们的侧推按键 你可以按下去 这个白键可以先按下去 我按它是不是就会动了 向左侧推 对 就会往左偏移 好 我们来试一下 哇 已经动了 好好好 刚才是平行于码头的 现在呢 它已经和码头有这样一个 二十度左右的这个角的分开了 说明这个智腾号 在我们这个运控中心的 这个操作台的操作下 已经运动起来了 那按 我感受到的 就是它在这个海上航行的时候 也可以在千里之外的 这个操控中心来操作它 对 可以试想一下 在未来 如果很多船舶 都有这样的自主航行的功能之后 一个操作台 可以操纵海上很多的船舶 随时可以对它们下达命令 并且进行操作 智能航运技术在船舶货运 海洋科考 气象探测等领域 有广泛的应用价值 为了推进中国自主的智能航运技术 江海英和他的科研团队 在几年时间里 陆续研制了四百多项专利技术 其中很多都已经投入实际应用 离开研发基地 我们跟随江海英 来到位于吉姆区的青岛造船厂 在码头边停靠着一艘 崭新的货轮 这就是中国首艘 无人自主航行的 集装箱实验船制飞号 制飞号是吧 对对对对对 不得不说和制腾号相比 它大了很多 我们现在可以说是 站在这个制飞号的船头 对不对 对对 它有多少 117米 宽17米 那就这个长度 就是制腾号的五六倍那么长了 对对对 制飞号是目前全球 吨位最大的智能航行运输船 它全长117米 宽17.32米 满载吨位达到8000吨 设计航速12节 续航力在4500海里 今天是我们这个船机舍进行试航 对我们给这个船进行发出生证 那么一个日子 就是它能够合规合法的航行 今天要给它进行测试 对对对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 制腾号的这些的自主航行的功能 在这样大的一艘船上都可以实现 都可以完全可以实现 这是它第一次离开码头 第一次离开码头 江海英说 智能航运时代的到来 将彻底改变全球海洋运输 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模式 和竞争格局 也为中国航运产业 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江老师是不是有一种 孩子要独立的感觉 是啊 这么多年来的辛勤的劳动 终于能看到成果了 我看您说到这还挺激动的 是的是的 眼眶都泛起了泪花 是不容易 这个智能航运在中国发展阶段 这也是个漫长的阶段 从一开始的整个标准 包括无人船的提案 没有到后续通过 到我们参与研究 以至到相关的标准 在制定过程当中 我们真是经历了太多太多 一路坎坎坷坷 对对对 你付出了自己的很多心血和努力 是的 不光是您个人 是整个团队 对 还有这些造船工人们 对对对 各行各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对对 才有了今天它第一次出航 是 随着智能航运技术不断创新 江海英对未来也充满信心 他希望以兰谷为基地 建设中国智能航运先行示范区 继续推进中国智慧航海事业的快速发展 现在看到他离岸 有没有什么对他的阻托 希望咱们中国智能航运把通过这条船的技术 包括它的实践来为中国智能航运推动 做出它自己英文的贡献 只飞好缓缓驶向大海 这艘承载着航海人和科技人员梦想的智能船舶 开始了它的第一次航行 未来将会有更多中国制造的智能船舶 在浩瀚的海洋上乘风破浪不断前行 百年青岛百年港 海洋见证城市发展 世界首创的集装箱空中运输系统 走访智能生态型海洋牧场 体验自动化的海上装备 我们把它扔到海里 它可以快速地到达人员落水的位置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大好河山 大海上的科技之光 正在播出 作为中国知名的海洋科技城 青岛这座城市的发展离不开港口建设 青岛建置于1891年 青岛港开埔于1892年 对于青岛这座城市而言 港与城相伴相生 百年青岛百年港 城市与港口 共同经历了兴衰荣辱的历史变迁 远方的家世日组 曾拍摄过国内外很多港口 但是来到山东青岛港 还是让我们所有人眼前一亮 相信很多观众 对于我们眼前看到的 这繁忙的港口的景象 一定不陌生 但是来到了山东港口青岛港 有一个场景是我们之前从来没有拍摄过 没有看到过的 就是它世界首创的集装箱空中运输系统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它现在这个轨道上是没有这个集装箱在运输的 但是有了它之后呢 就可以实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 就是集装箱可以直接从货轮到堆场 不落地 所以呢港口人啊 这里的港口人也亲切的把这个运输系统成为天上飞 我们现在仔细看一下 在来到秦门港区之前 我们就了解到 山东青岛港是亚洲首个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 而且是一座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全自动化码头 在这里有很多世界唯一世界领先的创新 但是集装箱能实现空中运输 仍让我们十分惊讶 我们找到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英建 我们设计组啊 在这个山东港口青岛港转了一圈啊 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啊 就是集装箱多 但是人少车少 对 那个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呢 就是我们山东港口青岛港的全自动化码头 这一片都是全自动化码头 对啊 那个蓝颜色的部分 就是我们全自动化码头 那么它呢 是全球目前是自动化程度最高的 作业效率也是最快的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呢 是我们今年2021年的6月29号 我们刚刚有完成的全球首创的自动空轨技术系统 就把港口的技术 还有铁路的技术 高度融合在一起 我们创新的建设了这么一个空中轨道交通的 这么一个新的新的模式 它是刚才就从船上进口货物 刚刚卸船卸下来的 卸下来以后通过我们无人HP 由空轨把它抓去 掉出来 然后直接就运送过来 运送到另外一个码头的这个堆场 集装箱从货船运送到轨道上 通过空轨道到达指定码头后 经设定好的系统程序 织放在无人驾驶的运输车上 运达相应的堆场或船舶 全程不需要人力操作即可完成 它卸船下来的集装箱 直接就可以通过无人的动导应车 到了空轨的下方 那么空轨直接就可以抓去集装箱 然后走上轨道 然后跑到刚才看到的那端 那么它可以到达另外一座码头的这个船边 也可以到达另外码头的这个堆场 另外也可以到达海关的这个相关的产业区 我们最重要的将来会到达一带一路 我们这个铁路港站 能换秤的把它进行了一个无人的这么一个衔接 我们眼前集装箱空中轨道 能实现港口集装箱运输 从平面交通到立体交通的升级 解决了平面运输中交叉拥堵等交通安全问题 同时也打通了集装箱从铁路港站 到堆长的中间一公里 实现港口 陆路 铁路连运 零换成 这一部分呢 就是我们建设的全自动化的集装箱码头 那么整个的码头岸线 总长度是2088米 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建成了四个宝贝 已经全面投产 现在它是目前实验上 智能化程度是最高的 另外呢我们这个作业效率 我们目前实验上也是最高的 单台设备在装卸船的过程当中 一小时可以装卸36.2个自然箱 是世界第一的一个设备 这是平均效率 对 另外呢我们最高效率 已经达到了47.2个自然箱 这也是创造了我们新的世界纪录 码头装卸效率 是衡量港口竞争能力的重要指标 因见说 在青岛港有很多自主研发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技术 他们构建了中国首个自动化码头标准体系 为世界自动化码头建设 贡献了青岛模式中国方案 一键毛巾防风技术 因为我们的这个大型的这个港口设备 在海边作业 大家也能看到 最害怕的呢 就是台风和这个顺岩大风 之前在人工码头啊 就是台风来临之时 毛巾这一台设备啊 需要两个人干上20分钟 现在就是我们依靠我们自主研发的 这个一键毛巾的防风系统 只要是我们 只要我们的中控员 匈匈匈医案下达一个指令 所有的设备 在两分钟之内 就可以完成这个防风毛巾 并且呢 能够抵抗17级大风 修芳强说 传统方式增加了人工成本 而且不能做到完全精准把控 而一键毛巾自动防风 几十五期系统 只需要一个人按下按键 下达指令 码头中上百台设备 在两分钟内即可完成安全毛巾 能看到一键毛巾敲调 操作简单 定位精准 它有效解决了港口 大型机械防风人工操作 效率低 无法有效应对瞬间大风的难题 实现了防风毛巾的操作 无人化 安全标准化 原来就是人工码头 就是塑着往地面 就是地上有个槽 地上有个槽 然后把一个 这个 这个插板 毛巾的插板 把它插到槽里 对 也是一年之间吧 当时我们一块讨论的时候 我们一个同事就说 因为我们农村啊 那个门关 就是那两下边 插销 插销 插门关 然后红着插过去 所以我们把它变成水平 可不可以啊 其实在青岛港 我们能感受到 他们的创新 并不是为了创新 而完成任务 而是在工作中的 不断摸索和改进 如何能让港区变得更好 提升码头的效率 是大家的最终愿望 在青岛港 很多自主研发 集成创新的 全球首创科技成果 就诞生在大家 平常的工作中 自动化码头 全球首创的 自动导引车 循环充电技术 及系统 团队中的骨干 朱林是一名90号 我们AGV就是我们的全名 叫做自动导引车 就是我们看到的 这辆车 就是这台车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场内 无人驾驶 我们的自动化码头 我们采用无人AGV 也就是自动导引车 去带了我们传统码头的 人工驾驶的 集装箱卡车 所以在我们这里 是看不到 一辆集装箱卡车 在运输集装箱的 在我们场内 那目前在场地里面 有多少辆AGV 已经在工作了 我们现在一共是 83辆AGV 在可以同时工作 特别是国外的AGV 我们多采用的是 充电式 或者是换电式技术 也就是说 这个车它需要安装一个 特别容量特别大的电池 电池 对 比如说它在工作 几个小时以后 它必须要到一个换电站 去换电 或者是给电池充电 所以我们在这个码头上 取消了换电站 我们首创了 这个叫AGV 循环充电技术 为了更加直观地了解 朱林为我们现场演示 也就是说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车 它现在正在充电 它在这个动的过程 就已经在完成充电了 是的 是的 我们在移动过程中充电 所以我们说 是我们把整个充电过程 和我们的生产 合二为一 顶起来我们的箱子 这就是我们充电过程 就结束了 也就是说 它顶起箱子的时候 车厢分离的过程中 这台车也完成了它的充电了 是的 它就完成充电了 然后60秒左右的时间 60到90秒 我们就完成充电 我们的每一次充电量 始终大于它的耗电量 所以我们AGV可以无限的续航 拍摄过程中 我们非常惊叹 仅仅仅60秒的时间 就能完成充电 朱林说 创新主要是对电池的革新 他们摒弃了国外自动化码头的 千酸电池 大胆尝试 太理电池 将电池重量从13吨减为2吨 循环寿命从2年 延长为10年 这样小容量 长寿命 高功率的自动导引车 动力系统和循环充电模式 是目前全球重量最轻 唯一续航时间 无限制的自动导引车 这个叫做滑出线 我们AGV进入到 我们这个支架区域的时候 我们这个受电功 会深入到这个滑出线之中 所以通过它 我们在AGV在向内行走的过程中 就可以完成电能补充 这段距离是一共16米 16米 60到90秒的时间 就可以完成一次充电 然后继续作业 如此循环 真的是非常的高效 而且非常的节能 朱林说 对于他这样的90后 也能亲自参与创新 并提出自己的观点 附诸于实践 这让他工作积极性很高 青岛港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 是目前世界上 最大的自动化码头之一 一件锚定装置 行业内首创的 自动导引车循环充电技术 全球首创机器人 自动拆装集装箱 选锁技术及系统等 还有空中的集装箱 这些行业突破 成功经验 可以在全国的港口码头推广 海洋科技不仅应在深海探索 和港口船舶领域 它智能化 装备化 信息化的特点 也被用于海上休闲娱乐 2020年5月 一座白色的海上平台 在山东烟台的景观海岸线 40里弯安家路户 它就是耕海一号 装备休闲型海洋牧场综合体 耕海一号 由三个直径40米的 原线网箱旋转组合而成 三个网箱 犹如三朵花板 簇拥着中间四层平台 从高空俯瞰 犹如一朵盛开的海上花 这是一座将渔业养殖 修闲娱乐 科技研发 科普教育等功能 结合在一起的海洋牧场 试制组跟随 山东海洋集团的工程师 冯思奇 登上车座 重达3000吨的钢铁平台 他首先台记者 参观了平台的硬件设施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 这个围网 用的这个网衣 现在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硅甲网PET网衣 它强度很高 同时呢 它抗腐着 抗海生物的腐着 而且比较容易清洗 容易清洗 而且它还有这个 撕裂之后不蔓延的 这个特性 它现在这个网衣 是我们首次在国内 首次应用在海洋牧场平台上 网衣就是养鱼用的保护罩 耕海一号采用PET网衣 因为网衍是六边形 形似龟壳 因此也被称为龟甲网 耕海一号的自动化系统 也非常完善 几十万枚鱼 每天要消耗 近一吨重的鱼饲料 如果靠人工投尾 将是一项繁重的工作 耕海一号的研发人员 采用了一套自动投尔系统 你看到了 这就是我们的自动投尔系统 这个自动投尔系统呢 它是由骨风机系统 也有个冷却系统 包括虾料汤系统 还有自动投尾系统组成的 供料系统由三个冠体组成 根据鱼类的品种可以分别装入三种不同的饲料 当投尔机启动之后 骨风机就会把饲料 通过分配器吹入不同的管道 再从压嘴型喷射器投入网箱 投尿操控可以在中央控制室进行 也可以利用庚海一号配备的5G通信 在手机软件上进行操控 好了 我已经点了 现在已经投尔开始 现在这个骨风机应开始启动了 哦 它在接收我们的这个命令 对 听到声音了 听到声音了吧 对吧 耳料过来了吧 哦 已经出来了 哇 这个软件不仅能够控制饲料投尾 还能看到包括视频监控 装备运维 环境监控等各类信息 即使工作人员不在平台上 甚至远在外地 也可以通过手机进行远程控制 跟海一号的生态环保系统也很完善 电力采用清洁能源 由太阳能电池板和风力发电机 组成风光互补发电系统 此外 平台上的海水氮化系统也十分先进 每天可生产淡水二十米方米 耕海一号还采用先进的污水处理系统 在排放上达到了污染零排放标准 记者随后来到了二层平台的 青海区馆厅 这里的触摸池吸引了很多小朋友 还真有胆子大的 你看 刚刚比池子高一点 伸手就抓 哇 你以前抓过没有 没有 没抓过 那你现在抓着它什么感觉 满满的 然后满满的 渣渣的 硬硬的 你会害怕它吗 不会 不会啊 在触摸池里有各种鱼类 贝雷 珊瑚等海洋生物 这里就像一个小型的海底之窗 孩子们可以近距离接触海洋生物 学习相关的海洋知识 记者来到位于平台三层的海上影院 影院里有先进的声光游戏 这里同样是孩子们的乐园 游客们还可以在影院里通过观看科教片 了解当今先进的海洋科技和海工装备 冯思琪说 为了向游客和工作人员提供全方位的安全保障 平台上装备了先进的人员定位系统 他还将拒责展示了新型水面救生机器人 它就是如果海里有人员落水的话 我们把它扔到海里边 它可以快速地到达人员落水的位置 完了人员把住它以后 就可以通过遥控才把人员救到岸上 这种水面救生机器人操作简单 具备800米的遥控距离 30分钟的续航时间 负载能力达150公斤 遇到险情时 救援人员无需下水 既能够保障救援效率 也能够避免救援人员出现伤亡 更海一号的自动化和智能化 使得整个平台的运作变得更加高效 作为一个装备休闲性海洋牧场综合体 更海一号 正在为探索海洋牧场多元发展 生态环保地利用海洋资源 积累更多的经验